以后就不要再给我发圈内的分子钱了 我也不是缺这点钱 我想离开单干 小沈阳一夜爆红后 一脸巨傲地对着赵本山说着 赵本山听完这话 一下子就惊呆了 心想 我能走到现在都花了三十年 你个一夜爆红的小娃娃 离开我之后会成什么样子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但他还是不想放弃这个弟子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你别看师父现在这么红 可我这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这可不是一夜成名 你现在还不太会经营自己 离开我 你根本什么都不是 可小沈阳却仍然固执己见 他开始参加各种电影和商演 直接把赵本山和他说的话 抛在了脑后 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二人转演员 不管多红 不要离开二人转舞台 他选择了自己的路 也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反观岳云鹏就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师父郭德纲也曾这样告诫过他 你要记住 你是一个相声演员 现在这些导演找你是因为你演技好吗 他只是因为你在相声界还有一定的地位 他听了 信了 所以才一直是德云一哥 而如今他们的境遇各不相同 却不仅仅是因为一个选择 同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小沈阳出生在辽宁铁岭的一个农村家庭 家境十分贫困 父母都是民间艺人 也是二人转演员 只不过表演的机会不是很多 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家种地 一家人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小沈阳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母一起下地干活 更多的时候都是满地乱窜 根本无心向学 那成绩简直是忽得一塌糊涂 让人不忍直视 在他十三岁那年 突然对武术产生了兴趣 可在那个时候 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学得起武术 那高昂的学费 一般家庭都支付不起 可为了孩子 小沈阳的父母还是东拼西挫的借钱 把他送进了当地的武校 小沈阳好像确实对武术有一定的天赋 原本在学校 他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 可在武校 他却变得十分抢眼 甚至还因此获得了五十块钱的奖金 那一天 把他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恍惚间以为自己可以靠武术挣钱 可以醒来 现实就给了他狠狠的一巴掌 第二学年的时候 他就因为家里实在支付付不起学费 无奈退学 小沈阳虽然感到遗憾 却又无可奈何 就这样 他又回家开始种地 每天听着父母唱得二人传起床 听着听着他好像也对二人传有了一定的兴趣 父母心想 要不就让他去接受正规的学习吧 咱也得有一个养家糊口的本领呀 当时恰巧铁领艺术团正在招生 小沈阳的父母就把他送进了艺术团 只不过在那个年代 二人传属于下九流的东西 学习二人传 好像成为了一件并不光彩的事情 他们一家人还因此受到了不少白眼 只不过父母好像并不在意 在他们看来 自家的条件实在是不好 两个男孩都怕他们找不到媳妇 可是学习二人传就不一样了呀 可以给配一个 小沈阳确实也不负众望 他在学习二人传的时候 团里给他配了一个搭档 也就是沈春阳 没过多久 他就把这个搭档变成了妻子 这个下手速度不可谓不快 可是 就算他们成为了夫妻到 赚的钱依然不够养家糊口 小沈阳的长相不是特别帅气 也没有什么特点 放在人群里 根本看不到他 为了可以突出自己 他开始扮丑 油腻的中分 可爱的发卡 艳丽的口红 不合身的碎花衣服 扭捏的兰花纸 都让他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 这样好像确实有一点效果 小沈阳火了那么一段时间 在夜场里 也有人点名让他演出 可夜场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三教九流都有 有一次 小沈阳一晚上喝了三十多瓶啤酒 胆汁都快吐出来了 为了生存 他没有办法 和他一样 为了生存受尽委屈的 还有岳云鹏 1985年岳云鹏出生在河南的一家农民家庭里 在他小时候 体会最深的一个字就是 穷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家里特别小 一张床上有八条腿 经常早上起来 发现自己被挤掉在地上 十岁之前 他每天和三个姐姐挤在一起 十岁之后 他虽然不用跟姐姐挤一张床了 却需要与牛同眠 当然了 比起没有地方睡觉 岳云鹏更怕的是吃不上饭 有一年 家里的庄稼收成不好 根本没有米吃饭 如果不是邻居家的奶奶送来的一斗米 他说不定就被饿晕了 长大后 他又开始为了自己的学费担忧 1998年 刚上初中的他 因为交不起学费 被老师当众点名 68元的学费 你什么时候交呀 这是他第一次 因为没有钱而抬不起头 为了所谓的自尊心 他选择辍学打工 第二年 岳云鹏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车 他去的时候 斗志满满 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出人头地 可现实却是 他混得凄惨无比 没有学历 没有技术 这样的他 在大城市四处碰壁 好不容易脱关系 找了一个当保安的工作 却因为在职业班的时候打瞌睡 工资被罚完 准确地说是还需要倒贴200元 之后他又跑去当服务员 却因为一次点餐失误 被顾客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哪怕他说他帮忙付饭钱 顾客也没有侵扰了他 最后饭店老板也选择将他开除 那一年 他独自游荡在繁华街头 梦碎了 尊严也碎了一地 梅文化寸步难行 是生活给他上的第一门课 同事一夜爆红 2006年 小沈阳通过测试 成功拜师赵本山 在赵本山的帮助之下 小沈阳顺利地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2008年 小沈阳更是开始征战春晚 为了登上春晚的舞台 他专门排了一个名叫 我要当明星的节目 当时表演的时候 观众的反响很热烈 小沈阳也很高兴 以为上春晚的事儿妥了 可是没想到被节目组pass掉了 一句 该节目与春晚主题不符 不能过审 彻底将小沈阳打入了谷底 就在这个时候 节目组又通知小沈阳 可以登上元宵晚会的舞台 要求就是他需要裁剪一段 按理来说 裁剪就裁剪吧 也无伤大雅 至少还能登上元宵晚会 可赵本山却拒绝了 理由就是 剪掉之后会影响节目效果 当时赵本山拒绝之后 很多人都在吐槽他 怀疑他在意气用事 可事实证明赵本山的决策是正确的 那件事过后 小沈阳虽然没有顺利登上春晚舞台 但名气和身价都在上涨 2009年 赵本山写小沈阳再次冲击春晚 他准备了四个剧本 在审核的时候被逼了一个 原本他从剩下的三个剧本中 任选一个就能上 可他为了小沈阳临时写了第五个剧本 不差钱 新剧本刚刚准备好 赵本山却病了 他一边挂点滴 一边研究着剧本 努力将其中最出彩的地方留给小沈阳 这场演出十分成功 小沈阳凭借那句 眼睛一闭一睁 一听过去了 哈 眼睛一闭不睁 这辈子过去了 哈 顺利出圈 那一天 是小沈阳的高光时刻 他一夜爆红 火得一塌糊涂 而多年之后 岳云鹏在春晚上也凭借一首五环之歌 正式走进了全国大众的视野 2004年 在郭德纲还没有大火 德云社还没有成名的时候 岳云鹏就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只不过一开始 他只是个打杂的 在这期间 他其实也有过上台的机会 只不过因为怯场上台还没三两分钟 就被轰下了台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劝说郭德纲 让他将岳云鹏开除 是郭德纲立台众议 留下了他 事实证明 留下岳云鹏的选择是正确的 2010年 曹云金等人的出走 给德云社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那一刻 郭德纲发现 篇幅并不是最重要的 德性才是根本 于是乎 他让岳云鹏走到了台前 没过几年 岳云鹏就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 在这几年间 他登过大大小小的舞台 也有了自己的相声专场 神奇的是 始终都没有太大的名气 直到2015年 他在春兰舞台上的一首《五环之歌》 彻底将他推到了观众的眼前 那一晚 也成为了岳云鹏的高光时刻 啊 五环 一比四环多一环响彻了大江南北 爆红之后却是天差地别 春晚过后没多久 小沈阳就接到了张艺谋的邀约 和孙洪雷 严妮等演员一起参演电影《三枪拍案惊奇》 紧接着他又在《大笑江湖》 和《东施吼2》 在电影中担任男主 哪怕在梁朝伟 张自宜等大咖主演的电影 《一代宗师》里面也有着他的身影 按这资源 小沈阳的事业应该是蒸蒸日上 哪曾想 因为演技的限制 他时常获得金扫帚奖 时间一长 观众都已经开始不买账 为了能够重回巅峰 2015年小沈阳又重回小品 他作为助演嘉宾 登上了欢乐喜剧人的舞台 一上场 观众就开始不停地尖叫 场子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也一下子把小沈阳带回了2009年春晚的舞台上 也许是这一次经历 让他重拾信心 第二年 他作为参赛选手 搭档鸭蛋 再一次表演了小品《不差钱2》 原本 他应该是想蹭一波热度 却没想到 没有赵本山的《不差钱》 根本没有了之前的味道 结果一公布 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这样的结果让他灰心至极 没多久 他就借口陪伴女儿 中途退赛 而前段时间 他还参加了《我就是演员》 挑战了隐秘的角落中章东升一角 不同于之前的搞笑 这次的他好像多了几次内敛 可结果还是惨遭评委集体灭灯 在发表感想的时候 他表示 小品 我放弃了 因为研究不出好的包袱了 小品现在都是洗头卑微 我不喜欢 之后 小沈阳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反观岳云鹏 至今仍是炙手可热的相声演员 2016年 岳云鹏参加了《欢乐喜剧人》 第二季 一举拿下了冠军的头衔 之后 他也参演了很多影视剧 一开始 他参演就是闹着玩的时 演技还很青涩 表演的时候 只是插颗打混 角色表现也经常受到观众的吐槽 他认识到了自己演技上的不足 开始发愤图强 琢磨演技 渐渐的 他好像演的也像模像样 他参演电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时 电影本身并没有什么亮点 大家记得的 也只是岳云鹏在大街上追逐着柳妍 一边哭一边喊着 燕子 刘妮我怎么活呀 亦或者是他在 《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精彩表现 在影片中 他将中年男人的疲惫与哀伤 饰演得淋漓尽致 举手投足之间 让大家忘记了 他是一名相声演员 之后 他也参加了很多的综艺 像是在《极限挑战》里的妇女之友 亦或者是他在德云斗校舍里 作为师兄的成熟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么多年 大家好像一直都没有忘记岳云鹏 其中差别 原因几何 小沈阳和岳云鹏 同样都是草根出身 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 为何一个淡出公众视野 而另一个却以登堂入室 作为一个弟子 德信才是根本 在小沈阳成名之后 他飘了 爆红之后 小沈阳挣了很多的钱 可这些钱其中的一部分 他是要交给师父赵本山的 毕竟没有赵本山哪里来的小沈阳 可小沈阳却不这么想 为了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他背着师父开始单干 先是悄无声息地 接下了品牌酒的代言广告 用的还是不差钱的头像 紧接着他又偷偷地 在老家开启了二人转培训学校 在利益的驱使之下 他早已经找不见最初的自己 也忘记了师父最初的教导 一直不停地在街商演消费自己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只要有人找我 我就拍 而岳云鹏却牢记本心 始终记得师父对他的教导 同时他也很尊敬师父 成为了师父的百万雄兵 无论大节小节 岳云鹏都会亲自拜访师父师娘 而师父喜欢的莽袍 好像也被他一人承包了 他从来没有忘记过 师父对他的恩情和赏识 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 在师父面前 他好像一直是最初的那个小月月 作为一个演员 有才方能力深 文化艺术 没有底蕴根本走不长久 当初让小沈阳一炮而红的不差钱 乃是赵本山的创作 小沈阳只是参与表演 而他也只是拿着这个角色来消费自己 成名之后 他从未认清自己 没有想过去自我提升 在拍电影的时候 他一直用的是自己二人转演员的表演方式 在演小品的时候 也一直用的是不差钱的表演风格 这么多年 他好像一直停滞不前 而岳云鹏却一直都在努力 一开始 他通过说一些粗俗的话语 变得小有名气 此时他面临两个选择 是保持现状 只想小有名气 还是改进自己 获得更大的舞台 无疑他选择了后者 在师父的教导之下 他开始沉淀自己提高自己 努力不要让自己变得那么便宜 在春晚的舞台上 他证明了自己 也让大家看到了那个优秀的小月月 爆红有可能只是一时的运气 但要想长久 还需要自身的努力 人生本就是一场修行 只有不留恋以往的成就 勇于进去 我们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无用于过去 无畏于将来